哈喽大家好 我是这些我就是了老铁的两块用于学习维修的重裂器板子 这个都是48伏1.8安培的 我们看一下那个电路板没有维修动过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直接上220伏电压测试 好了 去上220伏上电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绿灯不停的在闪 这个不太正常 看一下穿的灯泡不停在闪 这个也不带P5C 不应该是这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块板子 好了 接好上电 我们看到这个的话呢 灯很稳定的点亮 穿的灯不闪 然后电流20毫安 好了 这个灯能正常点亮的 我们来看一下 而且说最终输出端两端测没有电压 它这是受bte151单向口纹规控制的 直接测这两端的肯定电压为0 我们只用来测一下输出的六波电容两端 才有电压就正常了 好的 经测试六波电容两端56.3伏 非常稳定 这个是正常的 给48伏的电瓶充电 一般输出电压就在55-56伏 好 我们再直接测输出端 电压是为0的 来的想要这块板子令做它用输出 直接要有电压 不受口纹规控制 其实非常简单 直接短路口纹规的 AK两端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 先断电 好的 像这样子把AK短截起来 好 我们上电 再次测量输出端 56伏 现在有输出了 这口纹规控制输出的电路 我们在前面的视频有跟大家画图子 详细分享 有兴趣的可以去找一下前面的作品看一下 那么大家在短路的时候 一定不要短错了 它的脚位排序是KAR 从左到右 这样子的次序 好的 喜欢电子技术来点双加关注 我们下个作品来跟大家分享 这一个上一列登闪的分析过程 谢谢大家